台中好山好水好风貌 美妙城市惊叹号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希望减轻双新家庭的负担 让年轻人也能住得起好宅 台中市力推社会住宅政策 主打平价租屋 照顾劳工 青年以及弱势族群 而台中市第一座社会住宅 丰元安康段 一齐两百户 年底即将落成 而它也是台湾第一座 落成的社会住宅 不过大家一定很好奇 所谓的社会住宅与国宅 有何不同 除了不买断 以租代买之外 市府一再强调 三好一公道 地段好 建物好 机能好 而且价格又公道 并且以共好设宅定位 提供拖老拖幼 以及轻创实验场域等等 翻转外界对国宅的刻板印象 也更希望透过好宅的推动 让更多人愿意跟流台中 共创景气 不论是吃的 用的还是住的 这几年的台湾 现出一片早生 年轻时代 想要成家当有客瓜牛 根据营建署的106年统计 台湾人 要买得起一间好宅 得不吃不喝 长达9.35年有不苦 而用行动落实居住正义 台中市政府全力催生社会住宅 政府要推动8年20万户的社会住宅 台中市是最早动工 也将最早完工 社会住宅的地方政府 那我们的目标是8年1万户 目前规划也已经有5000户 将来对于 我们以后会有四个科 四个市 包括了企划科 工程科 还有公寓科 然后还有服务科 那对于整个社会住宅 从最先的选地规划 工程的进行 乃至于后端的服务 那我们会从事 变成一条边的整体服务 会提升整个的行政效率 还有社会住宅新建的品质 2 1 请接牌 台中市政府住宅发展工程处 正式成立 106年7月台中市住宅发展工程处宣告成立 专质推动社会住宅新办 成为与中央紧密联系的管道 也可见市府的决心 而另外像是住宅补贴 公寓大厦事务管理等 也都纳入业务范畴内 来实践住宅一条边政策 台中市的社会住宅是地段好 建物好 生活机能好 而且价格公道 那我们规划的功能 实际上是一种共好住宅 共好的一种社区 大家一起生活在一起 所以也结合了包括 这个医院跟社福团体 甚至民间的这一些团体 来从事于青年创业 脱老脱幼的服务 所以我们已经拟定了 这个住宅新办整体计划 那已经报道行政案核定了 那依照行政案核定的 这个住宅新办计划 未来我们会投入307亿的这个预算 那会来协助各地方政府 来兴建社会住宅 我认为台中市市政府 也是我们未来 要来积极协助的一个重点城市 台中市的目标 要在四年盖出5000户 8年1万户 而基地的规划 包括有丰原安康段 大理光镇段 太平区御弦段 北屯区的北屯段等多处 而丰原安康段第一期 104年动工 预计106年底完工 而这也将是全台湾第一座 落成的社会住宅 而靠近人化工业区的大理光镇段一期 预计要盖出200年一户 是第二个实际进度新建的社会住宅 要比一般的住宅更重视环保 更重视一些老人社会里面 该有的一些设施 让这种住宅更合乎人效 那因为我们开始在这里推动这些 所以就能够比较从政府的角度 事先把它撕保下去 那我们也做了一个两层头挑高的一个开放空间 那个开放空间有一棵树 然后里面会有那个小朋友的 一个绘画的一个张贴的地方 那有一边是那个过期的杂志跟报纸 就是那个小孩子的作品会吸引小朋友来 报章杂志会吸引老人来 那那个空间就会有人来啦 开地平安 预祝宗臣顺利 封标已尊 黑平区的玉玄段也在106年8月动工 而北屯区长安新村旧址也配本定案 成为第四处基地 好消息是不断传出 台中市的社会住宅 更是秉持三好一公道原则 地段好 建物好 还有生活机能好 以及价格公道 而以丰原安坑段来说 基地在永恒路上 临近公所 国中小学都相当便利 第一期新建13层楼高200户 合在房型也分成三种 有8坪大的个人套房 16坪的两房一厅 以及24坪大的三房两厅 整体设计与一般的公寓大厦并不同 将公共空间放大 来增加居民之间的互动 我觉得社会住宅它要很有效率 然后呢 采光跟通风要很好 所以我们是中间走廊行的 但是我们尽量让它变得很短 也就是都可以看得到外面 我觉得光线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家的品质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立体的街道 所以我们到了每一层楼 我们希望每一层楼的人 他们都有一个可以相聚的空间 很像在巷弄里面 然后它有一个小小的节点 那个节点也是看得出去的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是说 它建立说每一个楼层的设照 包括医疗 包括清创 社福 还有一般的店铺这些东西 这些空间 那目前我们在大理的话 目前在丰园 我们已经有跟中国医药学院 来签署备忘录 它将来会做一些 会有医疗的咨询站进驻 那可以提供给周遭民众 来做一些医疗咨询 新建的社会住宅 要打破传统国宅缺点 营造有温度的家 因此市府也提出 社会住宅共好计划构想 空出抢手的一楼店铺空间 六十坪设立社会服务站 而在丰园安康段 也将纳住全国首创 健康关怀服务站 由台中市政府 与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 共同签署合作一项书 要就近的提供居民 以及社区医疗咨询 跟预防保健 健康关怀为主 它不是医疗 它只是一个 等于是社会福利 医房保健 团体卫教 以这个工作为主 当然还有提供医院 像如果需要转介到医院区的 我们会帮忙转介 来培养当地的志工 以当地的志工来服务当地的居民 落实一个全人照顾的目标 所以我们未来健康关怀战的设置 从礼拜一到礼拜五 每天会根据当地的需要 至少提供六个小时的服务 一楼的空间规划 也纳入青年创业实验场域 辅助他们找到定位 也让社会住宅建构在好社福 好会秀 好住处跟好宅居 这四个基础上 做一些社会福利的社会照顾等等 所以我们想要建构的就是说 这个社会住宅是一个 是一个比较温暖 然后可以把人跟人之间的一些 相互的关系能够再拉拢这样子 不是传统的社会住宅 只是提供居住一个冷漠的核子这样 不同传统国宅买断 社会住宅由政府包租代管 只租不卖 出租期限三年一起 只要涉及在台中市 或者是在台中就业满一年 都可以提出申请 而30%是给社会经济住室 出租金额为市场平均租金的7者以下 大约是5000元起跳 也是六都当中最低者数 以市价的7者 市价的7者来作为我们租金的标准 那至于说其他的特殊户 那他有接受到 其他比如说社会局的一些补助 那这就是他另外的补助 得到的补助 所以说 这一个特殊户 他将来进驻实际缴纳的租金 应该是低于7者 所以我们认为说 这个吸引力应该是很有的 那也能够 就是说来实现 市场对于 一些清廉跟弱势户的照顾 我们希望基因创在社会里面达到什么努力 还是希望扶进社会 连聚还是定理关系 这 风云安康段逸期是台湾最早动工最早完工 具有指标性意义 因此台中市也举办共好论坛 与各县市分享推动现况 并邀请场关学界交流讨论 来作为其他县市推动的借金 我們希望能夠引入相關的比如說照顧產業 我們希望對住在這個社區的居民 可以有一些對他們的健康的諮詢相關的輔助 那我們也希望說它是一個很好的社會福利的一個據點 那它可以提供不僅僅是這種大樓 這種住戶所需要的這種社會福利的需求 它也可以甚至照顧到周邊鄰里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是希望透過這樣一個聯繫會報 那能夠讓各縣市政府大家來做經驗的交流 那原來已經有推動的經驗了 可以把他們的經驗來傳承給其他的剛開始的縣市政府 那讓他們在推動的過程中能夠更加的順利 那以今天台中市政府的這個推動的狀況 我們發現他們速度真的非常快 而且成果非常顯現的都顯現出來 高房價時代年輕人難存錢買房 台中市推社會共好住宅 以創新模式徹底翻轉國宅的科目印象 打造安心安居又安全的居住環境 而透過短期出租永續循環性的住宅公共投資 來為青年勞工以及做事族群累積經濟能力 再回到足夠市場來建構屬於自己的家 無形中也增強他們跟流台中的意願 攜手創造地區經濟 社會住宅的政策即將在年底兌現第一張支票 外界都很期待 不過對於現代的家庭而言 除了有購物的壓力 養育下一代則是另一個憂慮 許多夫妻害怕養不起 不是選擇當頂客族 就是只生一胎 少子化的問題恐將造成社會結構失衡 希望改變這個人口劣勢 台中從104年的7月啟動0到6歲的托育一條龍補助計劃 幫大家養孩子實際的效益如何 透過鏡頭一塊來解釋 小英先生開學至黃竹國校卻僅有一位可愛的小女孩報到 秀風展現熱情為她打造象徵聰明伶俐的輕鬆入選儀式 而家長慧也準備了書包文具禮物 來歡迎她家住黃竹大家庭 都有大家一起陪我玩 而且很多老雞都照顧我 然後我有幫老雞做章雞 我們本來去年跟前年是沒有小一 所以會有稍微有斷層 但是今年不錯已經有新生進來了 大家都很高興希望說我們的造成會越來越好 屬於偏偏小學的太平區黃竹國校 連續兩年都沒有新生報到 今年才大獲了僵局 受到手指化的影響 多數學校都同時面臨到跟黃竹國小一樣 不是招不到學生就是班級數對檢 而問題的癥結點出在家長怕生了養不起 所以台中市也決定幫大家一起養孩子 從104年7月份開始啟動托育一條龍政策 那麼這是一方面就是能夠有效降低我們的這些家庭 他們在育林在整個育嬰上面的這個成本 第二個其實最重要的我們不是一個單純的補助而已 最重要的它也創造了很多的就業機會 包括保姆包括托育中心包括幼兒園 那麼這兩個方面基本上都獲得市民非常一致的這一個認可 所謂的托育一條龍主要照顧的對象是0到6歲的小朋友 而未滿2歲的兒童 家長有4000元以上補助 衛福部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 每個月也有提供2到5000元 加上台中市的補助也有2到3000元 不過要注意台中市加碼的部分是有條件 送托居家式保姆還必須是納入各社區保姆系統 托育中心也必須加注協力才可以領取 然後當然就是說你必須是要送托到我們有認證可可的保姆 托育中心或幼兒園 因為基本上我們也必須要做這個品質的管控 所以我們的保姆我們托育中心基本上我們都會有定期稅查 而且我們也都會有這一個證照制 最重要事實上是希望能夠用一個平價托育的方式 能夠提供一個既平價能夠然後又品質 而且又能夠創造就業機會的一個環境 幼兒滿兩歲之後這個階段的衛福部是沒有補助 但是政府的只要是符合資格 每個月還是可以勤領到兩到三千元的托育補助 而再大一點 兩歲到讀小學前的幼兒家長也是有受惠 就讀公用免學費 私幼每一學期也有一萬五千元的就學費用補助 而105年開始更將資格放寬 父母只要其中一位涉及台中市 家是托育中心在臨近彰化縣 南投縣與苗栗縣 只要與工作地點距離10公里之內 一樣是可以領取補助 我們也有我們的家長 他的上班地點可能是在彰化 南投 苗栗 那麼基於我們這個中張投 我們的整個治理平台的這個概念 基本上你只要就是送托的這個地點 離我們本市在10公里之內 那麼基本上我們也都可以有這個補助 不限於本市 那麼基本上也是就是說 方便我們的市民朋友 他們有跨縣市的這個需求的話 那麼他們也有 一樣可以獲得這個補助 而在育兒經濟上給了最實質的幫助 帶動0到6歲的突餘比例 也持續有正成長的好消息 這個確實就是說我們的出生數上升 另外一方面就是需求當然也會上升 另外一方面我們的供給 當然現在目前也因為這樣的一個政策 其實相當成功 所以林佳龍市長他現在目前有特別指示 教育局跟我們社會局要來加強 比如說像有關於幼兒園的部分 我們的整個這一個班數 班數必須要增加 昨天啊 我們有講到說我們去圖書房 我們上個禮拜去圖書房對不對 根據統計 圖於一條龍從2015年的7月實施之後 到今年的7月份為止 幼兒園2到4歲的住園人數 比政策實施前增加大約有19000人 而因應幼兒住園人數的增加 公立幼兒園也增班26班 兩所病例幼兒園也增加有930名的就學名額 我們原先的保母從原先的2500 到目前為止已經增加到將近快3700 那麼托嬰中心呢 從原先的71家到目前為止已經成長為113家 還有我們現在送托的小朋友 從原先的35000成長到現在將近快4600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在供給跟需求 因為政府因為我們台湖市政府 林佳龍市長他這樣 每一個這樣一個補助的政策 那麼事實上都能有效的他來擴充 台中市托育一條龍政策 是從社會投資的角度出發 將社會福利視為投資 來達到多重的效果以及正向循環 而這也是政府推動公共托育的另一種形式 因此價格透明公開也動漲 迅速拉大評價托育的覆蓋率 走在六度前端 大概增加了一萬五千名 孩子進入到幼兒園跟托育中心 或者家庭請保姆 而且創造了兩千個以上的幼教師 跟這個托育人員的工作機會 最重要的是能夠讓托育成為一個平價的市場 而且很多的家長因為把孩子托育之後 可以雙親進入職場 然後改善自己家庭的經濟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還是 教育局跟社會局這邊主要是要投入 我們剛剛說的公社民營的托育中心 還有非營地幼兒園的設置 那這個部分我們現在市長也非常關心 我們積極在希望學校這邊 他的空間能夠盡量釋放出來 其實最重要的事實上 我們的理念還是要有效的 來降低年輕家庭他們的托育 會有照顧的負擔 那剛好教育部在四年內也有計劃 我們會順應這個計劃 讓台中市二到四歲的公共教保量 能夠大為擴張 政府的加持下刺激了生育率 也創造保姆幼教界的就業機會 成功創造三庭 家長營 保姆營跟幼教界營 而政府也正持續地 來建構友善的投育環境 朝一區一平價投育中心邁進 2 1 請提到七座堂隊 找路進行 來都是公社區 清水區 愛人願力圓滿全包 向市開會 清水區新落成的 是第四座公社民營投育中心 而設計演別出新材 將中心結合海鮮褐色 變身成充滿同趣的海洋世界 更導住智慧機器人 來陪伴和孩子學習 這邊的地點是在清水 所以我們整體是打造非常海洋風的環境 那這邊看下來其實它整個是一個沉水亭的感覺 那在地板的整個印象呢 就是像在海上的一些沙灘 那裡面有非常多的海底的生物 那我們希望營造給孩子一個非常自然的一個環境 那感覺上就是跟在大自然裡面上課的感覺一樣 江湖市長還有我們旅居長 其實在脫衣運調農的推動是非常用心跟投入的 所以我們其實在公園沙路太平已經成立了 所以你看都是在全台中市的各區 那今天是在清水 那接下來太平還有一個平林 那還有一個大雅 總共有六個同園中心 都在城中區 都在我們山海族裡面 這也代表就是說 要把這麼好的河路 就是可以遍及到我們台中的各地方 有一些規劃課程 還有提供小朋友的那個發展 有刺激還有一些親子互動 都對我們其實不會帶小孩的很有幫助 有時候會讓我們從中了解還有學習 刺激我們 學習如何帶小孩的方面 我覺得這個很棒 其實對那個爸爸媽媽來的幫助很大 因為都是兩歲以下的小朋友 那可以幫助我們有一個小朋友學習的地方 然後上班的父母親也會有一個 比較放心的地方跟小朋友學習這樣 點點好的文 對 那很小喔 大小朋友跟著老師一起動手做蜘蛛 這是一堂專櫃0到3歲幼兒所開設的藝術課程 老師在引導的過程當中 老師會有那種生活化的方式 雖然第一天是第一次上幾期老師的課 但是會覺得老師他在用生活化的方式 比如說火車嘟嘟的線啊 或者是說從點到點找媽媽的手等等 我就覺得說小朋友可以去很用很清楚簡單的方式去明白說 一些點線面的位置這樣子 我覺得老師引導都很棒 市府不只是幫大家養孩子 更專業陪伴的角色 在脫育資源中心導住專業的數字團隊 跟新手爸媽們一起跟3歲以下的小寶貝健康成長 也準確的來掌握發展需求 而不再是趙叔養孩子 我的是3歲以前的孩子 那小朋友他們在大動作的發展 比如說爬 平衡 走路 跟未來會越來越高深的 比如說跳躍 跑步這些能力 然後跟小動作的部分就是 他可能有一些夾珠子啊 積木的堆疊啊 這個會影響到他未來的書寫的一個部分 所以在藝術課的部分 我們就會讓孩子練習這些精細動作 那早上的爬行跟學步的課程 就是大動作的一個發展 生理動作的一個發展 所以就是依照孩子不同的發展年齡 去規劃課程的內容 小小貝貝 對 小小貝貝 這裡還有豐富的玩具圖書館 林租金初見圖書教具 用從小培養孩子們良好的租借習慣 也可以減少家長的育兒支出 玩具的話它一次可以借一樣 書可以借三冊 那我們帶回去的話是使用七到十四天 所以家長還能來到我們中心 透過目錄的翻閱 然後因為我們的目錄上面呢 也有玩具的圖片跟功能的說明 以及這個玩具它是零的年紀 是哪一個寶貝 所以家長挑選了之後 他就帶回去使用 那借誘的同時 我們現場的工作人員跟老師 會跟家長說明說 這個玩具回去應該可以怎麼玩 怎麼跟孩子互動 才能夠達到這個玩具的一個教育意義 然後這邊挺身方便 然後來然後乾淨 然後教室我覺得老師都維護得很安全 對然後像他們上肢體課那個 就是可以讓他近期的爬上爬下 因為在家有時候不見得空間允許 對那這邊他就是爬 然後我就覺得他肢體方面進步很快 媽媽還可以平衡啊 媽媽還可以再給我一個嗎 但畢竟台中市的六座托育資源中心 說定的年齡層是0到3歲的幼兒 就要讓學齡前的孩子都能得到完善照顧 是否利用舊南屯區公所 360平大的空間 改造成首座的親子館 當地的吉祥物穿山甲卡卡在門口引兵 也與地方的文化結合 而走進親子館 宛如進入到一座大樹森林屋 別小看這裡 溜滑梯沙坑隨處都可以拿到各種玩具 就是要從本樂來啟發幼兒 小寶寶你看他會拿著球 然後他會就是做一些平衡的一些動作 然後或是攀爬 然後或是甚至爸爸媽媽 可以在那邊跟他就是做一些搖晃的一些動作 他這個區域桿桶的部分都很適合他 那再來另外一邊呢 他是一個簡單的一些比較適合兩歲 像小寶寶就是抑制的操作 所以提供像譬如說配對鑲嵌的一些教具 那爸爸媽媽媽可以跟他們一起做一些互動 那另外一側呢 他們那邊有那個就是閱讀的空間 因為兩歲以下的小寶寶 他其實專注力上面 他會就是隨著他看到的東西做一些移動 所以寶寶媽媽其實在這個區域裡面 孩子他只要有興趣的話 他都可以做一些操作 主要是可以學習到東西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除了玩樂以外 他有一些教具是小朋友可以學到東西 很棒 小孩子很想就是在他現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很想自己在玩煮飯這一類 然後給阿公吃給阿嬤吃 他覺得他很有成就感 在這裡還有迷你親子廚房 讓大小朋友不用油膩膩 也能體驗到下廚樂趣 整棟的建築分離分層 一二樓的空間規劃設計給 零到兩歲的小小朋友使用 而三樓的空間是開放給三到六歲的孩子 有篇樂高的小空間 並特別的跟親子及社區的閱覽師結合 要培養親子祖孫的情感 我們來猜看看是不是小鴨鴨的 可以進入到親子館的年齡把它提升 不然對於父母就更方便 那整個打造我想就像一個森林一樣 剛剛講的我們裡面希望 讓孩子在這裡面快樂的學習 那大人也無後顧之憂 一間親子館根本是無法滿足需求 所以社會局也規劃 要逐步的將原本五間的 投育資源中心來升級成親子館 延伸年齡層 未來將以一區一親子館目標 讓台中變身成友善的育兒城市 以前我們有一些 原來的投育資源中心 那可能提供這個 我們的家長的一些 投育的資源跟諮詢 那我們會再把它做一些 調整跟轉化 讓它也變成多功能 它裡面有親子館的功能 讓這個父母親 還有這個親子之間 大家能夠在這個地方 能夠學習成長 還有很好的互動 七子館 好看一下我們中間的鏡頭 在台中市生兒育女 由政府做經濟以及教育的後盾 友善的環境 的確是扭轉少子化的社會結構 而目前評價托育涵概率 已經達到百分之近21 是全國最高 而市府也正研議托育托老 整合閒置校園空間活化等方案 希望能夠突破法律限制 成為全國第一個推動示範區 有安穩的居住空間 加上良好的育兒福利 是營造幸福家園的根基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城市驚探號 我們再會 謝謝